大家好我是金哥 今天帶大家來到了福斯商旅的VanLife嘉年華 看看在台灣多麼難得可以一次看到 從T1到T7一次排開的福斯商旅了 其中超難看到的福斯的T1 這台開啟了福斯商旅車的先河 75歲了 T2 過去小時候常看到 救護車 商行車 路名車一大堆了 它生產長達了46年以上 還有T3第一次出現柴油渦輪車 你一定不敢相信 台灣是福斯T4第一個海外國產的地方 到了T5 哇 台灣也是常看到 你看看多少人靠它在賺錢 而且這台車 台灣第一次引進了德製的車種 到了T6 跟你講 連總統的候選人都選擇這一台 包含了我的朋友 以前的前立委 嚴清標 T7則是用上了最新的MQB的平台 但今天重點就在於 福斯商旅最新的成員純電化的IDBuds 帶大家去看一下吧 走 哇 超經典的IDBuds 終於來到了台灣了 不過到底明年2024年下半年來到台灣 會是什麼車型呢 目前呢 福斯商旅總代理強調說 到時候引進不會只有一個車型 但是比較有可能就出現的是 今年2023年才登場的長軸七人座的車型 所以今天呢 從新加坡的空運來台 這盤的廣軸的五人座 可能有在引進的名單 但是四輪驅動的GTS性能版本呢 到時候會不會引進呢 可能就要等待了答案的揭曉了 當然講起它的外觀設計 經典的福斯T1 現在國外真的是有錢的買不到 而且呢 非常有這個傳承應用的概念 你看它的IDBuds本身呢 它前面MATRIX LED高階的頭燈 iQ Lite也有 不過呢 它車頭一體貫穿式這個日程 跟美規版本的這個大大福斯Mark的 是會發亮的 但是呢 歐規版本 以及未來可能引進台灣的版本呢 前面這個大Mark不會發亮 蠻可惜的 下方這裡呢 非常經典的下氣霸 因為這台是純電車系 但你們也可以看到 它的iQ Drive完整的陣列雷達 整個車頭包含它的配色 它的線條真的是非常的受人喜歡 那它的胎圈組合的部分呢 它搭載的是Hancock 這個電動車專用輪胎 而且它是全密閉式的 能夠幫助風阻 那這台車搭載是全新的MQB的電動平台 前面的是賣花城 後面的則是多連桿的設計 同時呢 它也擁有了DCC動態的底纜控制 有主動主靈 還有多達了三種的駕駛模式 而且因為這台車它是後輪驅動版本 所以呢 它的轉彎半徑只有11公尺 非常的棒 但今天出現在台灣這台實車呢 它可不是個小傢伙 雖然它是個五輪座的短走板 它車長是來到了4米712 哇 尺碼真的是不小 而車身這裡呢 除了雙色的設計 還有經典的配色之外呢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後面這三個條紋 形成了非常不同的視覺風格 而且呢 這條紋本身呢 是非常的立體的 而且呢 它兩側呢 都有電動的側滑門的設計 相駕了非常復古的車頭 你看車尾呢 更加的現代化 其中呢 一體貫穿式的尾根 而且後面這個福斯的Mark 它也是白色的底色 下方有個白色的ID-Buds的字樣 畢竟這台車在ID的家族裡面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至於呢 它的動力以及充電規格 它搭載是CCS2的快充的插座 它有77度電的電池 它的動力呢 是後輪出動的單馬達 201匹 最大扭力的是310牛頓米 最高時速只有145公里啦 但是呢 它WLTP的續航力 可以達到400公里上下 而且這裡 它這塊30分鐘 可以從5%充電到80% 還能夠雙向的充電 它是有V2L的外供電的功能的 所以說呢 這台車 非常適合家庭使用 以及露營車使用 非常的棒 V2L功能 加上了CCS2 不是CCS1喔 這部分則是蠻特別的 所以它的內裝部分呢 首先現在門板看起來 硬質材料居多 雖然說它有非常多的跳色的設計 但這個質感本身呢 跟過去的T系列修理車蠻類似的 坐進來之後呢 它整體前面的中控台呢 都是以水平層次分明來進行處理 其中 這個白色方向盤呢 到時候 開車的時候呢 手要稍微乾淨一點 而且這個握桿呢 跟過去的福斯的車系呢 非常的類似 但是它前面有這個 木紋的飾板 非常漂亮 而且還有跟車身同色的飾板 有點綴 然後車身裡面呢 看起來 真的是十分的優雅喔 而前方這裡則是它的 5.3吋的全液晶的儀表 它裡面呢 包含它的電量 以及續航領程 還有包含的開關門 而且這台車呢 它的切換檔位是在 方向基柱這裡還蠻特別的 中間這裡呢 則是有分為了 比較高階的 12吋的懸浮式的 中控儀表 以及標準設定的 10吋儀表 根據車型不同的 有所分別 而且這個全新的 第三代的 福斯的主機 其實操控起來也更加的靈敏 下方這裡呢 則是有大家非常熟悉的 包含了它的冷氣 冷氣部分呢 你按下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 它這裡一樣是電容式的滑動的滑軌 這部分呢 它並沒有按鍵的回饋 這部分也是大家覺得 電容式按鍵不是那麼好用 如果這裡可以變成了 實體的按鍵相對會好許多 當然也包含它的方向盤本身 也是這個電容式的按鍵 不過還好是呢 它沒有像過去福斯設計常出現的 這個所謂的方向盤 這裡會出現一個電熱方向盤的按鈕 手一摸就會誤觸到 這台車沒有電熱方向盤 所以也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前面這裡打開之後呢 它除了這裡呢 有兩個非常漂亮的杯架 中間這裡呢 則是有個可以直接取下來的 中央的置物空間 這個拿下來之後呢 可以讓你直接從前面通到後面去 它是一定會貫穿的 不過呢 中間這裡它的扶手則是 內建在椅子上面的 它椅子本身呢 也有寫了這個ID的字樣 而且前方還有這個腿套的設計 在這個手套箱上方 這裡有個非常經典的 外露的置物空間 它的材質部分硬質塑料居多 但是配色非常的鮮豔 因為畢竟這台車呢 還是有些商務取向 所以呢 軟質材料並不多 但這個木紋飾板還有幫人家跳色 以及跟車身同色的設計 非常棒 這台隱藏了兩個Type-C的充電的插座 這裡則是呢 它的電動滑門的設計 其實整體來講呢 跟過去的T系列還蠻一系傳承的 但是配色的確是它取勝的地方 打開它的電動滑門之後呢 其實大家比較在意的是呢 它的後座這裡 它空間是非常的大 不過呢 它有完整的平整的空間 你看到我們的這個 唉 影廷喔 直接躺在裡面 平整化套件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所以你露營的時候不用擔心說呢 後面會有個斷差 而至於呢 它後行李箱的部分 打開之後 其實呢 這個電動的尾門呢 它開啟的大小跟角度 跟以往的T系列蠻類似 不過後面這裡呢 它則是有LED的這個 類似露營燈 也就是呢 你後面直接掛一個車尾帳 它直接就可以有燈 不用再改裝的 那在後面部分呢 因為今天這台呢 是五輪座的短軸版本 它的標準軸呢 行李箱的空間是1,121公升 在後面的靠背往前傾倒之後呢 可以增加到有2,205公升 後面這裡呢 其實它的質感本身摸起來 硬直塑料居多啦 畢竟呢 這個IAD BUDS在國外的 還有Cargo的車型啦 所以後面這裡呢 你看不到太多軟質材料 但是呢 它有很多 非常多的巧思 像這邊還有這個IAD BUDS 一個圖樣花紋 兩邊都有 橘色跳色設計很棒 LED的車尾燈 這裡呢 則還有一個12伏特的 外公的電源 這裡呢 則是還有一個掛鉤 雖然說呢 它原本底下 因為電動車關係 無法太過平整 但是呢 還可以透過這個 另外加裝的套件 進行平整化的設定 後面的置物空間 其實真的是蠻大的 當然呢 對比貿易商開出 268萬的售價呢 在明年下半年 由福斯商旅總代理 所引進的這台IAD BUDS 開價會在哪邊呢 實際上 如果長軸版本 訂在300萬以下 甚至GTX版本 訂在350萬以下 或是這個短軸版本 能夠訂優於貿易商的268萬 相信還是會引發 另一波的搶後風潮 謝謝大家 我是ZUK 掰掰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地生菌 搜索中天車廠家 付出輸入at cticar 就是cticar 就不找到我們了 然後我們下一次 再次見你了 有了 GTX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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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